推动社会公益花莲艺文界不落人后 花莲五道巨方25号下午是由花莲市民代表会主席 同时也是该团团长的苏美珠 代表巨方捐赠爱新善款5万元 给强团法人爱花莲爱新文化艺术基金会 市长魏佳贤则是以基金会董事长的身份来代表接受 并表示这笔善款也将会用在奋进爱花莲奖学金的发放 借此来鼓励身处逆境 但仍能够艰苦自立不放弃学习的学子们 25号下午花莲市民代表会主席 同时也是花莲五道巨方团长的苏美珠 前往了花莲市公所捐赠5万元善款 而这些全都是五道巨方在今年度公演的盈余 希望能鼓励学子认真学习也帮助弱势家庭 今年的演出是比较困难因为疫情的关系 在演出排练的时候 经常排了一半 疫情来了以后又要听好久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挣扎 就是说今年如果没有演出的话 这个就是美中不足 尤其是做慈善的一个议员 不管是家长小朋友老师 还有一些长官都很支持 终于在年底以前把整个结束了 所以我们就赶快到公司这边来联系 我们希望把老师跟家长小朋友的心意 在这个时候把它呈现出来 也能够在我们过年前 让大家们对这个有意义的活动参与 花莲市长魏嘉贤也以爱花莲爱新文化艺术基金会 董事长的身份代表接受 并感谢五道聚方对爱新善款应用的支持 特别颁赠感谢壮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基金的部分的使用 未来会用于奖学金 那也会用于一些我们弱势的一个家庭的辅助的部分 那再次要特别谢谢主席跟所有的孩子们 还有老师们跟家长们的共同支持 那未来花莲市公所也会持续的 按照我们相关主席的指示 持续的会对我们花莲市境内的一个弱势 家庭跟弱势团体持续的关心 那我们未来也计划用爱花莲基金会 能够带我们舞蹈剧房的孩子 到世界各国姐妹室去做加入参访 让孩子能够开开眼界 而且能够增加国际的一个加入机会 花莲市公所与爱花莲爱新文化艺术基金会合作 分别在109年及110年举办 奋进爱花莲奖学金颁发活动 总计鼓励205位身处逆境 但仍能艰苦自利不放弃学习的学子 而市长威嘉贤也希望他们都能发挥自我潜能 分发向上 记者徐立琴华联士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